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面惊悚又冲击 沙兰通 泰乌东是泰国知名人气名模网红 在社群平台爱济庸 有超过37末名粉丝 脸书也有高达尼莫多网友的追踪 身心高调且拥有修长美腿的她 不同于大多数泰国女生较为艳丽的形象 她有助于生俱来独特的清新气质 并且也能随时展现出独特的自然性感 毒药魅力相当迷人 扎兰通在网美饰演的玛丽莎 是网红专业 自创化妆品牌的新世代女孩 拥有个人品牌事业 享受成为女强人的滋味 更为了达成目的而不计代价 而另一名网红莫尼卡死后 她扁得忧心忡忡 随时一身逼鬼 在片中除了不断遭受另一名网红莫尼卡化成的逆鬼功绩折磨之外 更因此相 是术祖咒般逐渐被毁容 还被逆鬼用脚狠狠地踩住脸 完美脸大于身心都备受煎熬 踢到这些恐怖桥段 沙兰通觉得是很新奇的体验 虽然没有见过真的鬼魂 但曾经有几次觉得自己能听见灵异的声音 因此她抱住相信有鬼魂存在住想法 在片长拍摄时虽然融入角色 却不会被阴森的场景给喝到 只不过当她看到在黑暗中化住鬼装的女演员时 还是会有些轻轻胆战 不过敬业的她亲自完成演出不寒苦 让导演赞赏不已 王美1月26日在台上映 沙兰通 看乌冬的恐怖片王美 像是受诅咒吧 逐渐被毁容 华影急功沙兰通 看乌冬在恐怖片王美 像王西上 华影急功